繼續收看天下新聞 素知名華裔青年和留學生在臨近加州的大學 洛杉磯分校 UCLA的校園裡以詩歌朗誌、欠花和吹口秀的形式 送別武漢肺炎舉報人之一李文亮醫生 現場的與會者大多數都是已經畢業的中國留學生 但有很多在校的學生就擔心自己參與這個活動之後 會不會有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甚至選擇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悼念 而活動的主辦人之一劉博認為 李文亮之所以會引起海外華人這麼多的關注 除了他是第一個勇於揭發新型冠狀病毒的舉報人 更因為他也遭到警方的訓誡 簽下了一副過書 然後繼續從事醫療工作 李文亮最後遭到病毒的感染失去了生命 但他的勢勢令到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言論自由的重要 一個健康社會不應該只是得中聲音